在您眼前的这幅版画是版画家杨明蝶 创作于1985年的作品《幻觉4》 如同作品名称,给人一种虚实交错的感觉 作品背景是传统中国山水画中的房屋、树石 再融入现代感十足的抽象线条 前景的右上方,有一个小孩站在石头上 脚边还有三个立起、覆盖和倾斜的碗 画面下方则是散置着好几个不规则形状的色块 作者组合各种具象与抽象的物品及图案 构成一个不存在于现实空间的幻境 建议传达他对现代与传统的省思 杨明蝶是石清版画协会的创始会员之一 成员是十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廖萧萍教授的学生 在老师的鼓励之下 推动现代版画的理念和精神 开启了台湾现代版画艺术发展的新篇章 使用这种心理的发展 词外边的创始研 再往前面上 把这个创始研